我有个点子想了16年 十几年前的点子 不愧不傲吧 办警察干一条 开着冲锋车 穿着警服 谁都当你是警察了 今天是亮坤出狱的日子 十几年的牢狱生涯过下来 整个世界都变了 监狱长却亮坤出去以后好好做人 别天天再想着搞一条大的 可亮坤是谁 那是南山打虎北海屠龙的主 拳打村东进老院 脚踢村西幼儿园 永远是那么雄心壮志 戴起墨镜 迈着潇洒的小步伐 亮坤走出监狱奔向幸福人生 这些年苦谣蹲下来 亮坤没有自暴自弃 他已经想出一个完美的发财计划 香港警察使用的冲锋车很容易坏 一坏就要修 一修门就掉 一掉就要换 这么一套流程下来 亮坤发现 其中有一个很大的漏洞 那就是没人看管这些报废车 这样一来 结合自己的计划一定大有可为 于是亮坤准备召集老兄弟们 要大家重出江湖干一票大的 保龄球馆维修员华哥 过期发型师耀文 小巴司机浩南 这三人是亮坤的首选 在幸福人生开始前必须做个造型 耀文亲手给亮坤做了帅气发型 但亮坤死活不肯掏钱 这事是亮坤不占理 兄弟理发也得给钱啊 气得耀文当场就给华哥打电话告状 这话就说对了 做兄弟不要在意这些细节 这次亮坤回来呢 是有好事要告诉大家 几人在华哥工作的保龄球馆开了个小会 亮坤作为发言人强烈建议大家听自己的计划 在监狱坐牢这段时间里 他没日没夜的琢磨如何才能发财 老天有眼还真被想了出来 我有个点子想了十六年 十几年前的点子不会不傲吧 办警察干一条 亮坤还是老思路 准备去抢银行 加油站 便利店的钱 可现在都是在线支付 谁还带那么多现金 路上到处都是监控 吃屎都赶不上热乎的 兄弟嘛 就算吃屎也要一块吃 在亮坤的坚持下 几人还是听完了抢劫计划 原来亮坤在蹲监狱时就注意到 很多老香港人 因为香港花销太大 无力负担 就转到其他地方生活 但人都有生老病死 这些人死后 还是愿意葬在香港 所以就诞生了跨境运尸的生意 而随着跨境运尸的生意越做越大 非法组织的坏人 就盯上这么一块肥肉 这些坏人会在运尸体之前 把死者体内的所有器官挖出来 然后用现金填满死者躯体 再将尸体放在运尸车上拉到香港 完成一整个的黑钱走私流程 死无全尸啊 你们想想 如果挖你老妈 挖你老爸 挖你兄弟 你们做得住吗 那么缺德的事都有人干 那兄弟们去干代一票 就不算抢劫咯 如果再伪装成警察 那就更不算抢劫了 这叫替天行道 顺便挣点小钱 所以第一步 就是要去废车场搞到一辆警车 亮坤的计划很完美 搞到警车 搞到警服 然后抢劫 然后分钱 最后万事大吉 一辆警用冲锋车的使用 是有严格制度和流程的 但报废的警车就没人管了 所有报废的车辆 都集中在废车场等待报废 所以嘛 亮坤就准备做个无本买卖 没枪就造 没车就改 以前左轮改AK 今天小巴改警车 没有枪没有炮 敌人给我们造 亮坤打定主意 要把浩南的小巴改成警车 可还没等浩南发表意见 另一边就出事了 警察吉仔在抓贼的时候撞车 整个车子都翻过来 彻底报废 吉仔的警帽也被夹在车子夹缝里 随车子一同进了废车场 这种制式装备的丢失 本来无伤大雅 填长表再领就是了 可吉仔就是执拗 非要找到原来那顶帽子 于是乎趁着夜黑风高 吉仔独自一人溜到废车场 找自己的警帽 在废车场 吉仔找来找去 发现不对劲 怎么这些警车看起来这么奇怪 有的没有侧门 有的没后门 隐形盖 保险杠 后视镜 雨刷 铁丝网 车头灯 警号灯 每一辆废车都少了一些零件 算下来 这些丢失的零件 正好能组装一辆冲锋车 于是乎 一个大胆的推测 出现在吉仔的脑子里 凭借自己在警校学到了专业知识 吉仔已经从废车场的作案痕迹 分析出几人的身份 虽然还不知道都是亮坤几人干的 但吉仔认为 从所有废车里的零钱都被拿走的线索来看 亮坤这个嫌犯A是个狂妄贪财的人 而从车门的螺丝被拆除干净的线索来看 华哥作为嫌犯B 是个热爱机械 有经验的专业型罪犯 嫌犯C要文嘛 擦鞋都用湿纸巾 一定是个讲究人 是个完美型的罪犯 至于浩南这个嫌犯D 只知道跟在别人后面 应该是个没主见随大流的服从者 在不知道私人身份的前提下 基仔能做出如此分析已是难得 但等基仔分析完 亮坤几人已经将偷来的零件全拉回家 安装在了浩南的小巴车上 警灯 车门 铁丝网 特多少零件就用多少 车门一装 螺丝一打 假警车还真被造了出来 就连警服也都缝了出来 真假先不说 看着还挺像那么回事 这四个人可真是人才 但最人才的还属亮坤 看着好不容易组装完成的警车 亮坤又有意见 为什么不用一块白漆 喷喷喷喷喷喷喷白了 然后写上警察两个字 这就快乐 一块一块装 是不是脑残啊你们 华哥耐下心告诉亮坤 用喷漆呢也不是不可以 但用白漆喷完 这也始终是辆白色的小巴 不会有警车的内涵 就像他们几个一样 如果没有高贵的品质和助人为乐的心 就算穿上警服也是贼啊 此时已经穿上警服的几人 听完华哥这番有哲理的话 又想起过去那些不堪的事情 不要以为穿警服就是警察 穿名牌就是名人 我们穿什么都是贼 都是混蛋 这话很像天下无贼中刘德华讲的那句 开好车就一定是好人嘛 亮坤四人年轻时就不务正业 如今开警车穿警服 也不是为了帮助他人 说白了就是为了钱 什么替天行道不行道的 有钱才有理想 如今既然已经走上这条路 也没什么好回头的 坐了干脆就坐到底 自然开着这辆假警车 走在香港的外环路上 不知情的路人还挺害怕 一口一个阿瑟叫得亮坤心话怒放 车子从白到黑开了整整一天 终于开到山上那条 只有运尸车才会走的路上 这连信号都没有 更别说有监控了 刚停稳车还没喘云气 一辆超速的面包车就冲过去 可把亮坤气坏了 当这警察的面还敢超速 假警察也是警察嘛 逼停这辆车后 四个人一脸严肃的走过去 想学真警察那样查驾照 可司机竟然下车就跑 原来这面包车上的两人 是拐卖妇女的人贩子 趁夜绑架一个女生准备干坏事 要是以前 几人大概不会管 现在既然警服穿在身上 正义感瞬间就来了 华哥冲过去 罩着这坏人的脑袋 就是一记中锤火花 还没打过瘾就被亮坤拦下 毕竟不是真警察 滥用私刑是不符合江湖规矩的 万一打出事不好脚带 交两个坏人绑在路边的栏杆上后 亮坤用这两个坏人的身份 打了报警电话 喂 是不是999报案中心啊 我们在这里强劫了一位少女 快点派人来抓我们 好不好 谢谢 报完警 亮坤拿光了坏人钱包里的钱 溜之大吉 等机仔一帮真警察赶到现场后 根据指挥中心的车辆调度情况 很快判断出亮坤等人的假警察身份 而现场的大量线索 更是让机仔确定亮坤等人的身份 救人不忘偷钱 这个是A 黑色塑料束带 GT63HD 是B 要闻就更不用说了 肯定是嫌犯C 现场擦斜的湿纸巾足以证明身份 浩南这个嫌犯D 竟然连眼镜都落在现场 ABCD四个偷零件的神秘人已经出现 可机仔想不明白 为什么他们能做出偷警车这种坏事 但是还能做出救人这种好事 贼也会做好事的吗 这是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机仔想不通 可上司压根就不愿意想 在上司看来 这世界上会帮助别人的只有两种人 一种是警察 拿薪水给人打工的 另一种是钢铁侠那种 当老板雇人打工的 既然现在机仔是给人打工的 这个问题就不要再考虑了 想多了伤神 另一边 亮坤四个虽然当晚没抢到钱 却感受到了助人为乐的感觉 整个人都要飘起来了 休息一晚后 几人穿戴整齐再度出发 日升月落 终于等到一辆运势车过来 四兄弟立刻逼停对方 又拿出检查驾照的诈事 准备过一把当警察的瘾 现在怀疑你车里有爆炸品 开后车门 拿钥匙来 我们开 钥匙开锁后 戴好口罩一头钻进后车厢 亮坤和华哥却站在前边 吃起司机的晚餐 边吃还边笑 嚷嚷着再多吃几个 浩南看到有警车过来 倒车直接溜了 亮坤和华哥则钻到运势车下边躲着 万没想到 这辆过来的警车不查驾照 不查人 掏出AK就是一段秃秃秃 甚至连路过的车辆也不放过 当场射杀了车里的男女 男人有警察有AK47的 那就不是真警察了 妈的 跟我们想到一块去了 和亮坤他们四个一比 人家这几个假警察可猛多了 见人就敢杀 吓了几人动都不敢动 耀文在车厢里面听到动机不对 赶紧用铁皮柜罩着自己 现在不求发财 只求躲过一劫 可刚才那让过路的车上 有一个小女孩突然走出来 华哥担心小女孩被杀 穿过去捂住小女孩的嘴 不让他出声 亮坤为了掩护华哥 拿出枪就是一顿乱开 趁现场一票混乱 华哥带着小女孩就溜 戴口罩的药文 则从运尸车里扛着尸体跑出来 自然福大命大 离开现场后竟然一点伤也没有 我早就说了 要不是我坚持拿把真枪 你们就死定了 这次发财了 你们看这尸体 现在要解决的是有两件 一是钱怎么分 二是把小女孩送到哪里 这小女孩的父母 刚刚已经被劫匪打死 无家可归 亮坤和华哥不知道怎么办 想听听药文的意见 可药文看起来似乎不太对劲 亮坤撕掉口罩后 发现竟然不是药文 是一个女人 完了完了 死了这么多人 多了个女人 又多了个女孩 不要乱 不要乱 一样一样来 先保住她 女人是劫匪头子大老黑的女人 也是个穷凶极恶的匪徒 刚才是上错了车 没想到能和亮坤几人撞到一起 相逢就是缘分 药文的命还在对方手里 女匪这个人质绝不能丢 另一边的大老黑 想用药文的命换自己女人 开启车子就追 要说浩南的车技是真好 大老黑在后面 用AK打的是火花带闪电 硬是没能逼停浩南 可一直跑也不是办法 再这么扛下去 车子的血槽早晚被打空 看着路旁的停车场 亮坤又出了个好主意 把车开上去干嘛呀 把车开上去干嘛呀 还真不是胡闹 车子开到停车场后 车门一卸 铁丝网一拆 和报废车辆一模一样 谁也看不出好坏 藏在这里 几人商量着怎么救出药文 可供患难容易 同享福就难了 现在除了药文不在 什么都有了 钱已经到手 亮坤不想冒险再去救药文 借兄弟们也别去 做大事肯定是有人牺牲的 现在他自己伤错了车吧 那些仔个个有AK的 又没有人性 见人就杀的 亮坤想现在就开车溜之打击 华哥和浩南不愿意丢下药文不管 药文怎么说都是自己兄弟啊 什么意思 就听你们俩的 我不是你们兄弟 我说话就是屁 我说要开车 我要开车 我要开车 几人争执不下时 小女孩站了出来 说想要上厕所 几人暂时放下争执 华哥和浩南带着小女孩去了厕所 可亮坤竟然让女匪开车带自己跑了 现在兄弟没了 钱也没了 什么都没了 见亮坤如此不讲义气 浩南拖了警服就走 他要退出这场荒唐的闹剧 大老黑那边还没找到钱和女人 怎么可能放弃 拿出药文的手机逼问亮坤的下落 却没想到听到一个大瓜 家门不信啊 药文悲痛欲绝 几欲崩溃 经历了兄弟跑路和女友背叛 药文发现一条真理 有钱有兄弟 没钱没女人 什么都会背叛自己 只有钱不会 现在的大老黑正好就是没钱没女人的状态 两人也算是共为天涯沦落人了 可大老黑不想当这个沦落人 还要向药文证明自己的女人不会背叛自己 于是又打电话过去 要华哥放了自己女人 否则就死票 为了药文 华哥和大老黑约定在停车场交换人质 大老黑不知道 女人不在华哥手上 还在炫耀 我要证明给你看你是错 你倒霉我不倒 我女人是不会出卖我的 大老黑倒是信心满满 可现在亮坤已经和女匪跑出了十几里 而且已经约定好 女匪拿走一半钱 送亮坤到秘密隧道 亮坤放走女匪 从此个安天命 此时鸡仔为了调查事情真相 连夜赶到山里 劫匪没发现 却发现路上有个失忆的老婆婆 老婆婆死拉硬拽着鸡仔 非说鸡仔是失散多年的儿子 这三更半夜的 周围还有野猪出没 鸡仔当然不能丢下老婆婆一个人 只能暂时放下案子 扶着单车 再老婆婆回家 到地方后 发现这里有很多超级英雄打扮的稻草人 其实老婆婆不傻 知道鸡仔不是自己儿子 山里闹野猪 当年老婆婆儿子就是被野猪咬死的 多年来一直是老婆婆心里的痛 人有悲欢离合 鸡仔也有自己的烦恼 当警察一来 他只想着抓贼做好事 却总也抓不到贼 要说老天真是开眼了 这时路旁正好经过一辆车子 鸡仔一看 里面坐着的不是亮坤还能是谁 告别老婆婆 鸡仔骑着单车 就追过去拦向这辆假警车 亮坤心里火大 好好的逃命路上 突然冒出警察 一顿黑拳打云女匪后 下车就跑 却被鸡仔拦在这月明星星的荒郊野外 要亮坤交出手枪 我凭什么把枪给你啊 给我 干什么 警察怎么了 我就得把枪给你啊 警察了不起啊 嘟嘟囔囔一路 亮坤还是跟着鸡仔上了车 准备回警局自首 华哥这边带着小女孩上厕所的时候 大老黑也停好车来上厕所 虽然没发现华哥 但浩南却阴差阳错 被大老黑带走 原来 浩南脱掉警服离开后 便一个人在山路上走 背后突然来了一辆车 浩南定睛一看 这女司机眼熟得很 正是几人之前在山上救下的女生 现在女生已经是冰淇淋车的老板 吃了女生一个冰淇淋 浩南也冷静下来 思来想去 觉得还是不能抛下兄弟 于是又返回来找华哥 正好看到药文被锁在车里 就上车准备救出药文 但大老黑上厕所速度太快 还没等救出药文 大老黑就已经返回 就这样 药文没救出来 又搭进去一个浩南 为了救出兄弟 华哥将小女孩放到车站 决定自己去找大老黑 一个单挑他们一群 巧的是 独自在车站等待的小女孩 正好被机仔和亮坤看到 得知华哥孤身一人去冒险 亮坤强烈要求解开自己的手铐 你就应该放了我 我去救兄弟 你还要去救你的兄弟 你还要对付那些贼 你以为这制服是真的 哎呀 穿什么无所谓 对呀 只要心事好的 穿什么也无所谓嘛 机仔给亮坤解了锁 两人一路奔向停车场 华哥已经在停车场等候多时 大老黑也开车赶到 面对有超猛火力的大老黑 唯一倚仗的就是车上的女匪 亮坤信心满满 这次能拿捏大老黑 可女匪趁亮坤不注意 登开车门背着尸体就跑 浩南在另一个辆车上 也踢开车门 背着药纹流了 几人的大动作 让现场顿时火花四射 双方两车一错位 立刻拔枪互射 华哥都看懵了 幸运的是 钱虽然没了 可兄弟们都没事 当然 在火瓶中受伤的机仔不算在内 看着贴心照顾自己的四个人 机仔感慨万分 这个世界真怪 桂林高没桂 奶茶没奶 坏人不坏 说的是啊 老婆比你难道有老婆吗 佛跳墙里也没有佛啊 于是真警察机仔 放过了这四个假警察 几人跑到安全地带后 耀文爆出好消息 原来耀文做了手脚 钱没在那具尸体中 女匪背走的 只是一具没钱的尸体 还在运尸车里的时候 耀文就收拾好了钱 藏在路边的下水道里 这个真是山崇水腹一无路 柳暗花明万事平安啊 得知钱没丢的几人 终于想起很长时间没上厕所 便站在朝阳出生的山上 对着大海放出今日第一场水 也许是紫气东来给了几人勇气 放完水 几人决定不能对不起身上的警服 要去干掉大老黑这个恶贼 从抢钱的贼变成抓贼的贼 既然真警察被打伤躺在路边 假警察要去做真警察的事 这件事呢 听起来真是蠢道报 不知道为什么 隐隐约约 觉得好像很有心 确实有心 浩南换上专业方向盘 开足马力冲向前方 是要干掉大老黑 为了再加一把火力 亮坤也扣动机关 车顶出现一辆AK改造的机枪 这火力可太猛了 打得大老黑和女匪简直无力还击 AK是吧 我四把AK合体你怎么弯 大老黑的车被打得直冒黑烟 可亮坤好像忘了 枪是需要换子弹的 这种高强度射击 不到一分钟子弹就被打光了 看着一脸凶神扼杀的大老黑 朝自己狂轰猛炸 亮坤觉得此时自己无比需要上个厕所 改装的小巴车经不住攻击 警车零部件掉落一地 露出原本的小巴车样貌 几人吓得爆头躲在车里不敢还手 打出火气的大老黑不肯罢休 车子探出车外 突突突又是一顿枪炮交响曲 老天有眼 此时亮坤发现车上滚出几个保龄球 这么大个保龄球 杀伤力应该很猛 几人没时间犹豫 一人一个 拎起这样的重火力武器就扔了出去 一个球下去 对方车前窗砸裂 两个球下去 车子当场翻起来 三个球下去 车身直抽手 最后一球打出去 别急 让子弹飞一会儿 这一球滚进下水道后 击中了蟑螂窝 几只蟑螂扑成的翅膀飞出来 正好撞到卡车窗里的保龄球上 随着保龄球的掉落 匪徒的车子再也保持不了平衡 扑斥一声翻到地上 大局已定 四人拍手庆和胜利 接着开着残破的小巴车 晃晃悠悠下了山 到警局自首 不止来自首 还带了礼物 三只散弹枪 360发子弹 还有五个加起来 有172个伤口的汉匪 最让鸡仔想不到的是 自己丢失的那顶锦帽 也找了回来 这件事说起来 鸡仔自己都不信 一帮假扮警察的贼 遇到另一帮假扮警察的贼 那帮扮警察的贼 杀了很多人 这帮扮警察的贼 看不过去 就去帮那帮扮警察的贼 如果没有这帮扮警察的贼 警方都未必能抓到 那帮扮警察的贼 我怎么听得那么糊涂啊 不过听起来很精彩 十分精彩 可只是十分精彩 简直100分精彩 看来穿什么真的不重要 亮坤 华哥 耀文 浩南 四个人混过黑道 当过大盗 如今还假扮警察替天行道 做人呐 做什么都好 穿什么都好 但都是给别人看的 最重要的是 有胆子面对自己 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超人不管是内裤外穿 还是外裤内穿 始终都是超人 天使还是魔鬼 魔鬼还是天使 重要吗 只要一心向善 见义勇为 有没有警服穿在身上 无所谓啦 最让人惊喜的是 山上那个小女孩 也一切平安 之终两周 七岁女孩 曾静怡 其计获救 原来那两个不是他老爸老妈 是人贩子 我们不止抓了贼 救了人呐 我们四个 穿什么都是英雄啊